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5月27日 国米迎波机会大 周日凌晨一甲倒数第二轮继续进行 国米主营阿特兰大 国米仍未确定稳居前四 他们需要每分必争 有力的是球队经济主场战斗力强劲 加上近年来主场对阵阿特兰大优势极其明显 示意主场出击 国米击退对手几率不低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经济还没有结束 但说国米收获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并不为过 意大利被逆转费轮天拿夺冠 欧冠联也闯入了决赛 如果想结局更加完美 那就是联赛能保证前四 虽然金仗只要打合就能确保前四 但相信蓝黑军团不会放过任何全取三分的机会 有力的是 国米经济主场胜率颇高 18场赢下13场 胜率超过7成2 其中拿达路马天尼斯擅长在主场问时 有多达11个联赛入球是主场攻入的 他近期脚锋颇顺 近三场各项赛事攻入三球 此子表现值得期待 另外 国米经济联赛首次 以及意大利杯对阵阿特兰大都取得胜利 球员心里占据上风 示意主场出击 国米有力在杀对手 阵容方面 中场罗巴图加利亚电尼停赛受罚 后卫米兰史基尼亚和中场宣利克米西达恩应商臂战 后卫马迪亚辛洛迪和中场华伦天卡邦尼为国出征缺证 对比主对国米 阿特兰大实力同样不俗 但后者在争夺前四的关键节点掉链子 连续输给祖继和沙兰利坦拿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上轮重反胜轨让球队重燃希望 他们经扑战役同样浓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阿特兰大近年来多次来到美亚查球场面对国米都无运行 双方近九次在美亚查球场作战的比赛 阿特兰大一胜难球之余 还要输足六场 球队完全没有取胜的办法 更何况目前国米主场连战连胜 由此可见 阿特兰大此番出征再次杀雨而归几率不低 阵容方面 后卫马迪奥路基尼和班顿索比等人应商无法披甲 感谢您的收听